字幕提供 空軍的上兵 本來是說想多存點錢 來準備結婚 所以才會把義務役 轉到志願役 回到了軍旅生活裡頭 沒有想到在清泉岡 突然因為一個 不知道到底細節是什麼 但總之就是因為 打靶的不勝 步槍不小心 擊發了之後 直接從下額中彈 送一不治 讓大家很遺憾 那麼在立法院質詢 徐曉信就問了 國防部長顧立雄 想問他 到底發生的原因是什麼 過程是什麼 聽聽這段大學 T91鋪槍的打靶射擊 從打靶到清槍的SOP 打靶的應該 它就是第一線 那我想詳細的SOP 我坦承跟委員報告 我沒有辦法現在 您是新任的部長 但是這些SOP 您應該要了解 這是一個 國防部長 應該最基本要了解的 因為目前調查報告 還是沒有最新的說明 究竟SOP 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 但真是很遺憾 我們的兵力 已經這麼短缺的情況之下 又有一位 年輕的生命這樣喪生了 內政部長 劉士芳 他告訴大家說 馬上未來建構的可視名義 因為賴總統不是宣布嗎 未來明年開始 我們要建構有40萬的名利 從哪裡來 大家就問 大在問 總統講出來 開出來這個清單 從哪裡來呢 劉士芳回答 包括了在慈濟 黑熊學院都會納入編制 慈濟的 不管我們常常在災難的現場 看到的慈濟這些志工們 或他們使用的場所 都可以歸政府來使用 黑熊學院也加入 那屬於資源性 民間團體的民間力量 自己要協訓 卓榮他院長說 民力部分包含團體有 義消 警消 山地 義警隊 特種 防衛隊等等 反正總統發話了 想辦法湊也要湊出來 當孤立熊被靈魂拷問問說 那到底你的兒子 會不會參加在這40萬名利裡頭 他的回應是說 看他們有沒有被招入 民房系統行列裡頭 這有兩種解讀 一種是 他也不知道到底誰會被招入 第二個是說 那到時候招不招入再說 也算迴避了問題 重點是 這個被出征的很多藝人 在這種兩岸相關係 很緊張的情況之下 隨時都可能踩地雷 被貼紅標籤 例如Aguila 為什麼總統在晚會上面 要講那樣的話 所謂的祖國 是不是針對這位藝人 Aguila呢 他被出征之後 吐露了心聲 聽聽他怎麼說 因為在國慶節花了祝賀祖國的飾品 受到了台美的大量攻擊 我面對了許多來自台灣媒體網路上的攻擊 甚至有媒體打電話給我的太太 試圖用陷阱問題引導她發表 他們想要的新聞熱點 這些事情種種讓我感到 非常的受傷與難過 他後面這段話是不是有玄機 是有人用陷阱套話想要的答案 讓妻子被陷害嗎 那誰報導過 我們的確前一天看到三立新聞網 專訪了Aguila的太太 他當時怎麼說的 那是抖音公司叫我們講的話 我們很愛台灣很辛苦都是為了混口飯吃 一口飯而已 這個話難道是被陷害的嗎 是個陷阱題嗎 因此是不是在廈門這邊的工作會影響 其實很簡單 這些藝人需要有工作機會 市場在哪裡 他們就在哪裡 對於賴清德總統來講 兩岸之間的關係 明天會怎麼國慶正式談話 大家還在準備觀察當中 但明天是不是馬上就會有利劍演習了呢 但這個消息是來自於哪裡 不知名的 不願意聚名的國安人士 他放了兩個消息 明天國慶 中國大陸的部分將發射 第一個是火箭 經過台灣防控識別區 發射的評估範圍等等 要看天氣跟日期等等 關聯很小 主要還是看天氣 好 第二個是什麼呢 不論賴清德演說說什麼 刺不刺激 溫不溫和 中國大陸都可能對台灣進行聯合利劍的2024B 2024B的演習 因為先前5月的時候是A 過去中國大陸已經在台灣 台海演習已經一個常態了 有差嗎 這樣的消息目的又是什麼呢 根據國防安全研究院的民調 民眾現在對於所謂的中共威脅怎麼看呢 他們認為在民眾這個民調裡頭 數字調查期間就在這段時間 9月份的時候 那中國大陸對台灣的領土威脅 覺得嚴重的高達6成3 不嚴重的19.4 那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兩岸之間的威脅 越來越嚴峻 越來越困難呢 除了連言論也是 還不只是實際的軍武可能的動武 是人講話 隨便講一句話 都可能有危險的這種寒蟬效應 好 美國所謂的美中對抗 看到了在美日印澳的 劍指中俄印度洋舉行的聯合演習 印度總理還特別訪了 俄羅斯擴大經貿合作 可是在同時 就在馬拉巴爾的海上聯合軍演 也是針對著中國跟俄羅斯而來 而駐日的美軍司令特別講 他跟日本的國防部長通話見面等等 將會深化跟自衛隊的夥伴關係 為磨練集體快速反應態勢 而持續不斷努力 當然這個通話也跟日本 跟中國 俄羅斯 甚至台灣的關係也有關係 當然也還有北韓 那這邊的活動很多 包括了北韓 俄羅斯 所以要確認 比以往更迷切的合作 要怎麼合作呢 包括了北韓 最近金正恩有很多的 公開刺激的談話 他甚至直接已經下令 9號這天宣布 直接切斷跟南韓之間 所有的公路跟鐵路 並且開始打造防禦攻勢 那麼還通知住韓的美軍 防止誤會變成衝突 那也一直在喊話嗆聲 叫美國不要再干預 朝鮮半島的事務 俄國媒體一直報導說 中俄海軍在太平洋海域演練反潛 俄羅斯太平洋艦隊說 在亞太地區進行聯合巡航的框架 俄羅斯海軍跟中國的海軍 作戰艦艇 在太平洋西北部演練反潛任務 所以重點是在哪裡 互相都有很多的較勁 跟所謂的喊話秀肌肉的空間 將軍怎麼看台灣處境 第一個我為昨天這個 在跋場上面死亡的弟兄 聲表哀悼 但是這中間透露出 很多很多很嚴重的問題 我先講三個 第一個就是高層在說謊 說謊嗎 說謊 第二個 中層完全不懂SOP 其實精神來講無奈 所以造成這一起悲劇 為什麼我講高層說謊 你今天昨天你居然敢講說 槍托碰到地走火 誰敢講這種話 我們當過兵的 所有昨天晚上我都碰到 沒有人認為槍托碰到地 槍支會走火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為什麼會出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在預備線的時候 裝子彈 你按你說這個子彈 為什麼我等一下我再說 為什麼在預備線的時候 讓他裝子彈 這是非常危險的動作 為什麼 預備線如果裝上子彈 這槍托碰它是往上面打 如果往左邊打 預備線是什麼 是大家在那邊帶密線 旁邊全聯的人坐在那邊 我說一槍打過去的話 後面是一串子跟那個什麼一樣 整串子沒有 所以預備線是不可以發子彈的 中層的人不懂SOP 昨天顧立雄不懂得拔場SOP 我可以了解 因為他本來就是文人 你到國防部長 你也不能苛責他說你要懂這個 就像是蘇貞昌不應該去問一個 這個議員 院長說 你有幾個停車位對不對 但是你相不相信 我今天敢打包票 你問蘇立方 蘇立方你懂不懂 拔場SOP 搞不好連他都不懂 你問那個空軍聯隊長 你懂不懂SOP 搞不好他也不懂 為什麼我今天講這種話 因為國軍實在是這種基層的訓練 已經太久太久沒有接觸了 為什麼 基層很無奈 基層為什麼很無奈 因為你今天來講 所有訓練的規則 你都沒有結合實際狀況 為什麼在拔場裝30發紙袋 你國防部來講 從頭到尾 你都沒有了解我們軍天的 訓練能量有多少 我們台灣就這麼多個拔場 你又叫他說這要裝 一次要打30發 以前6發 你現在叫他打30發 然後打完30發以後 就變成怎麼樣 他不得已 他沒有時間 我流入就這麼一個拔場 後面還有一個連要接著下來打 那只有兩個鐘頭時間 我只有兩個鐘頭時間 可以用這個拔場 那我怎麼辦 就先發子彈 叫他們在下面先把子彈裝好 我跟你講 所以在預備 就在那邊裝子彈 正常來講 你應該是上了拔場之後 SOP就是 上了拔場之後 上了設計台之後 這時候才開始發子彈 你讓阿兵哥自己裝 我是覺得也很贊成 連阿兵哥自己子彈都不會裝 裝了子彈以後 這時候要下口令 子彈是裝在彈夾裡面 彈夾裝上槍上以後 你要拉槍機 拉槍機以後 送上槍機以後 這時候子彈才會上膛 它有可能會激發 這整個SOP神域 問題是說 你如果到設計台 才開始讓那個兵去裝子彈 才開始槍口朝上 然後安全軍官 安全士官在那邊看著他 有沒有說是槍枝歪倒或幹什麼 你時間就浪費很多 所以為了偷懶 為了節省時間 你上面只給我兩個鐘頭時間 又叫他打30發 打6發時間跟打30發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個時間會用得更久 問題是說 我們靶場能量就這麼多 我們合格的教官就這麼多 然後昨天晚上 我講實在是 離譜到什麼程度 昨天晚上有弟兄傳簡訊給我 他們講什麼 現在來講的話 按理說這個連打靶 應該銀長是社級指揮官 你看靶場上面 其實鋼盒很多種顏色 在藍色的是教育班長 他是助教 黃色的是靶場指揮官 紅色的是安全軍官 其實有區分每一個人的職責 那你有沒有按照這個職責來 每一個人該扮演什麼角色 有沒有扮演好 那你如果說任憑那個兵 你時間不夠 就讓他在裡面把子彈裝上去 你今天空軍聯隊長 你出來我問你 你懂不懂SOP 昨天晚上他們跟我講了什麼話 甚至於督導軍官派出來的階層 都比靶場指揮官要低 你高層到哪裡去了 你居然泡一個少校去督導中校 當涉及這個靶場的督導官 你說應該是這個營長 當涉及指揮官 旅長或司長要去現場督導 因為靶場設計是非常危險的時候 我們畢竟不是打仗 你不能平常就造成那麼多的傷亡 我在講如果說是真的這個弟兄 是因為自我傷害來講的話 以上這些都要負責任 你就是幫助自殺 為什麼在那個時候 你就發子彈給他 天啊 那聽起來是整個SOP出了大問題 從頭到尾爛到底 你沒有那麼多靶場 你為什麼要叫他們打30發子彈 30發子彈要打多少 你自己去打一次看看 還沒有上戰場就已經這樣 在訓練期間就這樣 那如果真的上戰場的話 台灣又如何有能力可以自保 謝謝年輕人的生命 我們一般來講 在作戰的時候 很多的時候傷亡 並不是由對方所造成的 而是自己造成的 這個主要的還是在於訓練的時候 我們沒有把這個整個訓練的紀律 維持得很好 例如說你一個單兵或是五 本身三角隊形在往前攻擊的時候 每一個人的空間有多大 這個都必須要是很嚴格的管理 也很嚴格的一個紀律 所以我們一直談到就是 訓練紀律 靶場紀律 尤其是靶場紀律是更為重要 現在出了這樣的一個狀況 出了這樣一個狀況 你國防部部長你到底重視還是不重視 你是文人沒關係 你來負責國防部沒關係 但是出了這麼重大的一件事情 你這位文人 你到底關不關心 這個是事關人命的問題 一旦事關人命 你就應該去了解 應該在第一時間 馬上要去了解 這究竟怎麼一回事 靶場紀律是怎麼樣規定 有沒有按照靶場紀律走 當時有沒有錄影帶 有沒有監視器調查的結果 家屬也想要真相 對 軍方的檢察官 到底目前調查到一個什麼情形 你一個部長 你應該要在第一時間去關心 要介入 要指導 這就是你當一個部長 你應該做的事 你可以不了解說 我這個靶場紀律是怎麼樣 或是我的靶場訓練的方式 但是你應該在第一時間了解 你沒有了解 然後你今天被質詢的時候 你一問三不知 這是不對的 第二個 你談到了可視 可視人力的問題 40萬 你委員問你 你的孩子的問題 你已經把這個 可視人力的標準講了兩點了 第一點就是要自願的 也就是說 他這個絕對不會是強迫的 可是你這樣一直講 跟劉四方就有矛盾 劉四方當初說 這40萬人的來源哪裡來 就是現役的替代役 跟退役的替代役 但是你要談的是自願的 因為卓榮泰也說是自願的 如果不願意可以嗎 那不願意 那是應該是可以的吧 所以你劉四方 你的27萬人就已經有問題了 因為這些退役的替代役的 他說我不願意 那可不可以 所以你第一個 你已經強調是自願的了 所以你就不能夠說 這些人是一定要去做 第二個你說 你不曉得你的孩子 符不符合資格 那你告訴我們資格是什麼 那是不是應該要有證照 所以第一個 你要先收的是自願的 第二個 這些自願的人裡面 去做測驗 去做檢查 那麼合格了以後 頒發你一個證書 然後你加入民防團 或者加入可視民力團 這個才是完成兩個程序 你一個部長到今天為止 已經搞了多久了 連一個標準的答案 連一個標準的作業計畫 都還沒有出來 你是怎麼一回事 你的這個劉四方 你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只一直在講慈濟 黑熊 講一堆人 但是問題 你到底怎麼一回事 隔了這麼久了 為什麼弄不出東西來 兵哥 我們是滿同情 阿基拉 他現在在錄這個影 當然也是有很多的壓力 不是 我覺得 阿基拉都已經快70歲 他討生活也不容易 人家去對岸討的生活 怎麼了嗎 那這些人 就是故意去攻擊他 去用自己的意識形態 強加在人家頭上 請問一下對這些人有什麼好處 你把這樣一個老藝人 把他壓迫 到最後害他沒有工作 請問一下你們得到了什麼 難道這樣就會阻止 其他台灣藝人 去大陸發展嗎 不會 還是會去的 我只能說 以現在兩岸的態勢來看 藝人就是去大陸發展 空間大很多 錢也賺了很多 機會多很多 那所以你懷疑嗎 還是會去的 很多人在講 像吳康仁去的時候 很多人說 我以為吳康仁去拍什麼 了不起的東西 結果原來也不過 就是台灣正常可以拍的題材 那你為什麼不留在台灣拍 廢話 同樣的題材 你在台灣拍一集 跟人家拍一集 可能差上百倍的價錢 那你們自己沒有誘因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去面對 這個現實 有本事 我們的政府就重新打造一個 很適合演藝圈的環境 文創基地 對 藝人留下來 民進黨上台 一直在搞藝人活動 為什麼藝人活動 搞到後來是台灣的藝人活動 越來越糟 只有零日 對啊 然後就是專門去補助一些 莫名其妙的活動 真正應該照顧的藝人 都沒被你們照顧到 那你這樣能夠怪人家走嗎 所以要去指責別人之前 是不是要先想想看 我們到底做了什麼 政府到底做了什麼 我們除了用意識形態之外 我們有真正幫助到人家什麼 那 這個阿兵哥的事情 我覺得其實很簡單 看證據說話 高大臣也講 看他手上有沒有火藥反應 然後就去釐清他到底死因是什麼 那如果是其他的死因 我們再去追究相關的責任 這種東西也沒有什麼好猜的 那顧立雄自己本身 我覺得你答不出來 你為什麼不叫 相關的專業人士來回答 你下面有國防部 國防部下面有很多軍官 或其他的這些 你就叫他們來回答 有司令 所以我就不懂 為什麼你一個人要擋 你是怕他們講錯話是不是 你怕他們把真相講出來嗎 是這樣嗎 那劉四方或老師說 其實賴老師真的不要苛捨他 他其實從頭到尾就會瞎掰 他根本就不知道 那40萬人從哪裡來 因為那40萬人從頭到尾 就是要去騙老美 那只是弄個名冊 花名冊給老美看 你看我們人好多 你交代 爸爸一交代我馬上全部辦到了 所以他才會在那邊鬼扯 說要把慈濟跟黑熊那邊 因為慈濟人最多 對啊 問題是你說要把慈濟 你要把慈濟跟黑熊那邊 然後你又說自怨 那如果人家不怨呢 不怨你就那邊不了 你要知道內政部一旦說到那邊 其實是什麼你知道 這是強迫性的 尤其是戰爭的時候 當然是強迫性 戰爭的時候還等你自怨 所以這些人其實基本上 就是在應付了事而已 根本我跟你講 大家這40萬人不會出現 大家也不用擔心 因為這些傢伙根本就在唬爛 所以沒有人搞得清楚 40萬人從哪裡來嗎 那阿兵哥的命 又有沒有人搞得清楚 他是怎麼回事